好,我们安装了下载的S3-Extend Tools Win这一支ZIP 档 按右键7ZIP 解压缩制词 那你会得到一个S3-Extend Tools 的资料夹 打开来,里面有一个All install 这一支程式 点两下之后咨询,那我们需要安装这五个程式 目前都没有装,所以是红色XX 好,我们来安装Python 3 基本上就可以了,下一步下一步把它装完 那这个Python 3的3.8的安装,我有加了一些 台头选项,你就可以把它装完 那如果你是从网路上下载下来 在Python的路径加到系统里面去 还有开放给所有使用者用 那经过一小的时间等待,它快要装完了 好,这样就装完了,直接关掉 那这个时候它会Python 3就显示我们装完 那我们在烧录韧体的时候 采用的是Arduino IDE的烧录程式 所以请你把Arduino IDE也装进去 如果你没有装还是可以执行 只是UNO的烧录的时候 你会失败,会烧录不成功 所以就麻烦你把Arduino IDE也把它装起来 一些Driver也会一起装进去 所以还不错 那我们也经过一段时间等待 它快装完了 它安装这个 它安装这个 这五个软体的时候 还是需要从网路上下载一些东西 下来 所以请你网路要连线顺畅 它会看到抓到这个 Arduino设备它才会判断成功 关掉装完 Arduino IDE 装完了 那S4A extend S3 是离线版的 H3 那请你也把它装下来 如果你要跑 如果你只是想要跑线上版 没有关系那就不要装 线版的话 那就请你把它装起来 那这一个Squatch 3 和官方网不一样 扩充套件在里面 包括 S3Extend的 网路的一些 扩充套件 伙伴们的贡献 装完在桌面上会有一个图示 那接下来是装 这是Alan 这是Alan 还要装 网路上下载一些东西下 请你有耐心等一下 那你会看到它 一些东西 然后网路上会下载一些 OK 然后进行安装 那 S3Extend 它需要的一些模组比较多 所以就要麻烦你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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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要麻烦你 你会看到它 好吗 是 好吗 有点 在这里 就要麻烦你 我来一下 就要麻烦你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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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是这样静静 请你的网路保持顺畅 它安装的时候会比较 順一点 再一次 有时候你觉得它有没有安装好还是怎么样可以按一下Enter 是不是会可以 这边还会装ESP2而是ESP8266它烧录的时候要用到的 它要做 超键还有一不少看到这里还蛮多的 装完它会有一个视窗跳出来做安装完成 这边会告诉你安装完成 确定 S3-Extend的装完 接下来是S3-Extend Tool 确定 接受下一步 这都不用动态建议桌面图示 这样就装完了 完成了 这每个都会是绿色